能够用英文考英文 也就是大家能够听说读写考 只要你的眼前呢 有123加4 都可以立刻办得到 我们来示范给大家看 因为我们要帮助大家能够会用英文 能够考英文 所以你接触到的每一个句子 里面都包含了单字 就是你要有非常熟悉的声音 而你还要建立一套语法的思考 这样子有两样东西的底子 你的句子才能够听说读写运用 或者是参加考试 那么声音就是要念 而你的思考 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六个符号英文法 123加4 这个123加4就是美国人跟英国人的想法 当你把123加4放在你的眼前 套进去东西 你就发觉你开始听说读写考都能够运用了 我们现在就从听开始 各位当你听到英文的时候 噼里啪啦一串的字出来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标准的架构 123加4 一就是主词 二是动词 所以我们来听一下突然之间冒出来的一句英文 各位这样子听到了吗 可是听到的时候好像有听到几个字又听不全 对不对 所以你的听力一直都没有办法进步 那么眼前呢 各位就是123加4 当你听到一句英文 它的主词是谁 动词是谁 你得先抓住 然后这样子大概 大概你就可以抓得出来它的意思了 刚才他讲的话 第一个字是do do在英文是一个疑问句 123加4 后面就一定会一个主词 动词 在我们的经验当中 大概大家会听到这个you 然后后面这个字就听不太清楚 因为他会把它混在一起 然后后面又听到much time 很多的时间 with your family 好 那么各位朋友 在英文里面就是主词动词 加上第三个字 各位在听英文跟看英文一样的 你不是去听了一个一个的字 而是要去听整体的一个英文的架构 从上下文去判断这个意思 所以他现在说什么呢 do you spend much time with your family do you spend much time with your family 你呢 怎么样 很多的时间 跟你的家人呢 那这个字 当然会是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就跟时间有关系 当然是花时间咯 所以这个花时间 就叫做spend 所以合在一起 就变成了 do you spend much time with your family do you spend much time with your family 听看 do you spend much time with your family do you spend much time with your family 一小节一小节 噗噗噗噗的这样子的溜出来 所以各位朋友 你的基本功的第一步 一定就是念念念 当然你要懂得这一二三加四的分隔 然后在你眼前 有一段一段的这样的感觉 一组一组的 很快很流利的念出来 do you spend much time with your family do you spend much time with your family 所以不断的反复的听 反复的念越念越流利越来越快 这就是各位的第一个基本动作 在你的眼前有123加4 然后自己的声音养成这种习惯 自己去流利的念出来 所以你的听力就一定会进步 但是相反的各位 如果没有这个123加4的思考在你的眼前 没有声音在你的喉咙 在你的脑里面 你努力的去听什么CNN什么的 你听起来也只是瞎子摸像 听得懂几个字又听不懂全句 即使你听得懂几个句子 你也没有办法把它模仿出来 变成你自己的 事实上我们在听英文的时候 第一个你不要期待 你每一个字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因为有些字是连在一起的 根本听不清楚 所以你本身一开始 你自己就要先学习这样的习惯 你自己先念 而且你念的时候也是一节一节的混在一起的 你自己念的好像也是讲不清楚的 这样子你的英文就跟对方的英文越来越像 这样子你就很快的能够catch到对方 那么相反的你不做这个事情 你的英文还是跟中文一样 一个字一个字的 而对方是一块一块一组一组 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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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的 你就会觉得你听力很难去进步 英文的听力的训练 你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听的是一组一组的 否则你听到一两个字你听不懂了 你就会觉得你整个句子都完蛋了 总而言之 要训练你的听力 就是眼前要有一二三加四 然后反复的去念 反复的去听 大家一起来 再回到我们的第一个动作 你一定要用念的 要有声音来学习英文 你一定要越念越熟 越念越快 越念越流利 越念越不怕 越念反应越快 越念越会讲话 我们在这里会继续示范 听说读写考的每一个项目 你都要念出声音出来 而且你的眼前一定都要有一二三加四 听完了咱们来说 说什么呢 其实就说你的脑海之中想的中文吧 好的 对着对方一个外国朋友说 有空来我们家做做 这是非常常见的中文 怎么样变成英文呢 一二三加四 讲这句中文的时候 好像这边有个有字 有字 have has 这个动词 所以有动词就要有主词 然而我们家坐一坐 似乎又是一个主词动词 谁来我们家 当然是你来我们家 坐一坐 这又好像是一个句子 所以有两个一二三 有两个一二三 其中一个就变成词句 一个儿子 一个妈妈 所以两个一二三 一个是孩子 一个是妈妈 好 那现在你的眼前 一二三加四又出现了 那么有空来我们家坐一坐 刚才说一个子句 一个母句 但是都是一二三 这里带出个子句 假如有空 当你有空都可以呀 if you have 如果你有时间 time 谁来坐 you来 come 来哪里 to my house 那么后面的坐坐 这就是我们额外的中文了 英文就是一二三 所以 you come to my house 就出现了这一二三 这个句子就成型了 就变成这个样子 if you have time 衣服带出来 一二三 you come to my house 你来我们家 当然 有这个架构之后 你用什么字都可以 没有说你一定要用什么字 比如说 你在这边 可不可以加一个 if you have a free time 自由的时间 free time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这就是你爱怎么讲 怎么讲 只是你的架构 一定要有一二三 那么这个地方 如果说改成 当你有时间的时候 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 变成了 when you have time 这一模一样 怎么用都可以 只要有一二三加四 这样子一个基本架构 那现在呢 再看到这第二个部分 就说 你来我们家 我们在英文里面 母句是you的时候 可以被省略掉 所以 你就变成简单的说 come to my house 你来我们家 所以这时候的主词 被省略掉了 那你可能又会说 我在这里 可不可以加一个 please 这样子的字 来表示更客气一点呢 这就是四的概念 再加一个额外的字 please come to my house 这样子就更客气一点了 总而言之 你可以换字换词 只要你的架构是对 对方就一定听得懂 我们最后就以这个成型 when you have free time please come to my house when you have free time please come to my house when you have free time please come to my house when you have free time please come to my house 这就是我们的说 你的眼前有123加4 把中文用123加4 套进去说 when you have free time please come to my house 示范完了刚才的听跟说 咱们继续来练习 读跟写 但是一样的 你的眼前都有123加4 现在我们来看读 读就是看到英文会密密麻麻的 许多的字出来 我们就要加上六个符号 也就是希望你的眼前有123加4 先有黑色的重点部分 以及4的补充部分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句子 这个句子本来很长 但是我们现在做分割的动作 先找到123 Rare earth 稀土 中国大陆的稀土 or是 是什么呢 a series 是一连串的 一连串的什么呢 alpha chemical elements 一连串的化学的这些元素 这就是123为主体架构 各位看到后面红颜色的东西 就来补充说明 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化学元素 首先各位看到一个子句 叫做which are which就是我们的手 指着前面的这些化学元素 这些化学元素 这些化学元素是被发现的 这是一个被动语态 被发现在什么地方呢 in the earth's crust 是在地球的地壳 这个地方所发现的一些化学元素 那么进一步的 which are可以被省略掉 which are就看不见了 所以我们在elements的后面 直接出现found 这个found 就是我们的过去分词 带出来的一个分词具构 后面翻译前面 它的前身是一个形容词子句 改成的分词具构 来形容前面的这些化学元素 在这个地球的地壳的后面 我们又看到一个形容词子句 这个子句是用that带出来 其实就是which一样的功能 来指前面的这些化学元素 那么这些化学元素呢 是that are 是怎么样呢 vital是非常重要的 对什么来讲是很重要的呢 too many modern technologies 对于许许多多现代的科技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各位看到这个阅读 本来是一个密密麻麻的英文的句子 充满了许多的字 就回到我们的基本概念 我们一定要有123加4的 这样子的感觉在你的眼前 所以你看到的英文 不再是一个一个的字 像满天的星星 而是一块一块非常有组织 非常有架构的一个星座 我们再来养成好习惯 念诵它 念完它 记忆它 将来变成我的 可以来运用它 来参加考试 Rare earth are a series of chemical elements 什么样的化学元素呢 found被发现 in the earth's crust 在地壳 这些化学元素 that are 是呢 vital to many modern technologies 再来我们谈写 尤其是对于很多职场上的朋友 你必须写英文的email 英文的报告 那么你在写的时候 还是这个观念 你的眼前 请你出现123加4 每个句子 所谓对不对 就是你要合乎英文的文法的思考 而文法的思考 就叫做123加4 在你的每一个句子 或者是子句里面 都有主词动词这样子的结合方式 这句英文 它原来的意思是 如果你们有任何的询问 就是你不懂的地方 对于我们的计划 有任何想要询问的话 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写的一个示范 各位在写的时候 其实还是那一套概念 其实就是把你心中想的中文 把它写成英文 所以你的中文排列出来之后 你就把它转成英文 我们看到如果就是一个子句 所以这里面要有主词有动词 到后面来个逗点 因为它只是一个子句 然后有主词有动词 you have 你有主词动词 然后什么东西呢 any inquiries 任何的询问 这个询问这个字 本来是一个y字尾 y字尾变成复数型 去y加ies 单复数一定要弄对 那么regarding 这是一个介细词 带出来一个片语 什么样的询问呢 regarding our proposal 有关于我们的计划 这样子的一个询问 如果你有的话 下面的主词被省略掉了 这个主词也是你 但是在母句里的you可以被省略 你呢 就给啊 给谁呢 给我们 给我们什么东西呢 一通电话 我们随时帮你服务 中间再来个副词 叫做请字 所以各位看到这样子的英文 基本上就是非常正确的 虽然用字用词很简单 可是却写得非常的正确 很有礼貌 写英文绝对不是一件难事 相反的 因为它有时间 你可以去查字典 你可以去思考 你有时间去写 不像刚才讲话 你马上就要讲出来 那么你的中文的思考 一定要很完整 也就是说 你想想看 如果你的对象 是一个看得懂中文的人 你写的是中文 而如果你写的信 是写给另外一个人 是只能看英文的 那么你就用英文来写 可是请注意 你的意思一定是一模一模一模的 一样的只是语言不同 那么我们把中文转写成英文 就是要这套123加4 你一定要很清楚这英文的思考架构 因为英文的语法思考是一个技术性的东西 没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花一点时间弄懂 你的英文写作立刻会进步很多很多 当然也有好多的朋友在学写的时候 就是去背一些句子 这是很好的事情 你必须先弄懂了 因为你不可能看过所有的句子 对于任何突发的新的事情 也要你写的话 你就发觉你没有范本了 你就完蛋了 那么你有这123加4的概念 照着中文把它重新排列组合一下 你的英文就可以很正确的写出来 就可以独立的来完成这些工作了 当然如果你能够有了这个基础 再去看别人写的 学习别人写的你的英文 当然写的就会越来越好 我们离开他之前再念诵他一下 如果你们有任何的询问 对于我们计划的任何的疑问询问 Please give us a call 有了听说读写的运用 其实你的底子就打得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不断地鼓励朋友 先去学英文 先去学会用英文 你再去考试 那是随到渠成 可是好多的朋友 在整个过程当中 是先去考英文 考得迷迷糊糊的 也许考得成绩都不错 也许在学校里补习班里面 不断地去训练你考试的技巧跟经验 所以你的考试的确考得很好 但是很悲惨的一个现象就是 当你离开了考卷 你会发觉你自己一无是处 你根本就不能够真正的运用 那么现在我们还是要考试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题目 我们要把答案正确地找出来 那么要做出这个题目 你的眼前一样的 请你出现123加4 你现在看到的不是这样子密密麻麻 全部是一种颜色的英文字 而是有两种颜色 而且是分节分段的 加上六个符号分析之后 Gold is a rare metal 黄金是一种稀有的金属 这叫123 后面红颜色的就是形容词 来形容这个金属 这叫4 补充的部分 那么各位请看 这边已经有主词动词之后 这个地方我们的基本道理 就是先出现词句 which怎么样怎么样子 那么如果进一步的 which被省略掉之后 就会变成分词举够 就会变成是which is found 跟我们刚才读的文章当中的 一个示范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所以英文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尽管你看到的每一个句子内容都不一样 但是它文法结构一定一样 这也就是为什么 各位一定要先把123加4的文法思考 作为你的步骤一 先学好 再来做其他的事情 好 那么which is如果被省略掉之后 就留下过去分词 叫做found 我们在英文说发现 叫做find found 这是学校背的动词三态 前面两个这是动词 而这个就是过去分词 这叫现在分词 这两个就是分词 我们现在用被动语态就是found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题目的时候 各位请注意 这边已经有一个动词之后 这边就不可能会出现第二个动词 这是英文的基本道理 英文的主词动词已经出现了 你就不可能再出现一个动词 所以这个find跟found这两个答案是不对的 我们选的时候不考虑A的选项 而这个第四个选项叫做to find 这是不定词 是来乱的 所以我们要么就是选found 要不然就选finding 但是因为是被动语态 是被发现 它怎么样被发现呢 only只有 只有在什么地方呢 in certain areas 在一些特定的地方of the world 在世界上的特定的一些地方 才会发现黄金 既然是被动的被发现 所以我们这个答案选的是found 因此回来看这个答案 就选的是found 我们把它带进去 found在这个位置 重念诵一下 gold is a real metal 黄金是一种稀少的金属 found指这种金属被发现 only in certain areas of the world 只有在世界上的一些特殊的特定的地区 这个答案选b选项 所以各位朋友 我们的123加4带进去 你的英文的考试一定会进步 尽管里面有些字你可能不认识 你都能够把这个答案猜对 为什么你会猜对 你不是乱猜的 你是按照英文的结构去做正确的推测 所以你的猜对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既然你会猜的对 那你的分数当然就会大幅的提高了 我们做结论 刚才示范了听说读写考的每一个例子 只要你的眼前有123加4的一个思考 再加上你朗朗上扣的一个念诵 你的英文马上就能够突飞猛进 各位朋友时代在进步 所有的东西都在进步 希望你学习英文的方法 也能够很快的进步 能够听说读写考 产生信心 产生兴趣 do you spend much time with your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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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一位 你有两位观众 是没有 нами 谢谢大家